疫情是日趋和缓 但是国际的疫情还在持续的延烧当中 所以防疫的工作不能掉以轻心 板桥爱新慈善会有感于第一线人员的辛劳 号召了义工亲手缝制口罩套 要送给一线的防疫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多一层保护 平平安安 满满一桌防疫物资 全是爱新团体自动发新 要送给第一线防疫人员 尤其这口罩套是板桥爱新慈善会义工们 一针一线缝制出来 新北市其实是首三支区 在全国里面其实是数一数二的 那除了台北市以外 再来就是新北市 那这次新北市其实也有一点的疫情 我想说我们身为新北市一个市民 其实应该散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那我在想说如果是我们的志工 大哥大姐亲手缝制的口罩套 亲手帮您设计的口罩夹 可以用在您身上的话 我想就是有家的感觉 让您很温暖 也在提醒您 您在做防疫的第一线的时候 其实也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 因为你的家人 殷勤的在盼望您健康平安的回家 除了口罩套 还有口罩夹 法兰绒毯 手提礼盒 安眠枕头 全部都是实用贴心的防疫物资 希望一线的工作人员 能多一层防护 那我们非常感谢 这都是我们他们志工 亲自缝制的 特别连夜感制 感制了四千个 就是希望给我们消防局 警察局 环保局 教育局 一线的防疫人员使用 那这样的一个爱心 这样的一个善心 都深深鼓舞了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相信在他们的爱心 鼓励之下 我们会更努力 更加倍来为我们的市民 做防疫的服务 口罩套采用高级棉纱缝制 非常的透气 透过义工的巧手 代表的是不分彼此 为防疫努力的用心 也表达对第一线人员的感谢和关心 记者方间凯昕美市采访报导